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0月1日 星期六 已經是星期六的夜晚 太陽城集團的案件 受到多方面的關注 他們有35個被告 在溫州法院宣判 他們 8月12日 已經認罪了 法院就對 這件案作出裁決 其中在大陸的主犯張寧寧 被判處七年徒刑 署罰80萬人民幣 好了 張寧寧是澳門太陽城案件的第9名被告 現在正在大陸的機壓之中 她和另外34名被告在8月12日向溫州法院認罪 承認開設賭場罪和非法經營罪 溫州法院指出 以澳門太陽城集團的前主席周長華為首的犯罪集團 在內地涉及三宗案件 都是屬於開設賭場 以及非法經營罪 法院指出 以周卓華為首 張寧寧和圖案多人被告 在境內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 接收跨境賭博的賭資 並且進行追債的行為 她亦違反了國家規定非法買賣外匯 擾亂金融市場秩序 另外 多個被告涉及組織 招攬中國公民 赴境外賭博 參與跨境網絡賭博等罪行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 張寧寧 被判開設賭場罪 非法經營罪 判處 徒刑7年 罰款80萬人民幣 另外35人以開設賭場罪名 判處1年3個月至7年的刑罰 每人罰款 由5萬元至300萬人民幣不等 另外 提供罪犯所用的物資 賭資 違法所得 收益將被沒收 而且要上繳中國國父 尚未追交道案的繼續追 連同張寧寧在內35人在庭上表示服藏判決 但有一個人不滿判決決定上訴 其實 在這個 在這個 大陸的判刑相對是較輕的 因為他們也不是主犯 最主要的張寧寧是第九名被告 我們 會研究一下究竟 澳門這次對於周卓華 是想重判他 還是為了甚麼目的呢 我們想到 其實 這次不是要拿他命 也不是要關他一輩子 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上次我們提到 太陽城裏面有幾個證人 就說其中有一個他的朋友姓張的 就說跟他 叫張志堅 第五被告 跟他好朋友 但是他就 洗米話就把那些客戶給他 但是跟他沒有關係 不過 這次 控方就找了太陽城 集情的會計部員工 出庭作證 他就說 倒台底的公司 是屬於太陽城的 認為周卓華獻少在裏面 10個出庭的被告已經完成了答辯 其實 對於 周卓華也極為不利 證人指出 倒台底的公司 天貿易行 天象 是由第五被告張志堅持有 這兩家公司的員工薪金和上班 是由太陽城會計部的人負責的 那個是人頭來的 即是說張志堅 表面上是他做的 實際上 負責人 台底交易的 給錢的 出糧的 都是由太陽城 其中一個在太陽城會計部任職總監的證人葉小姐就出庭作證 他說太陽城會計部員工 是會協助兩家倒台公司 計算一些伙計出糧的薪酬 而且他們的薪酬 是由太陽城的帳房 以及太陽城中介一人公司支付 支付薪酬之後 賭台底的公司 會歸還薪酬給太陽城會計部 清楚目的 原來 所有東西 即是說 周卓華 洗米華 幕後指揮一切 真正的幕後老闆就是周卓華 證人葉小姐也提到 整個過程 是協助賭台底公司出糧 事後張志堅是會被太陽城會計部的人額外報酬的 而周卓華 在證人 作弓之後向法官表示 我問題 要問他 是有問題 法官表示 周卓華只能透過律師 向證人作出提問 他的代表律師向證人 葉小姐查問的時候 為賭台底公司出糧 是幫助誰 太陽城有沒有出糧給賭台底公司 會計部收取額外報酬 周卓華是否知道 聶小姐說 出糧是幫張志堅的 因為出糧之後 會計部會收到賭台底公司歸還有關金錢 所以太陽城沒有付錢賭台底公司 自己並不知道周卓華是否知道他們有報酬 不過 向方向另一個證人劉小姐 同樣是太陽城會計部的員工 質問的時候 問到一個賭台底公司 主太陽 是屬於誰的時候 劉小姐最初沉默未打 然後 控方警告 如果不誠實作答 可能會違法 劉小姐回答 主太陽屬於太陽城 周卓華有份 另外 關於電話頭主公司環球衣城 是不是跟太陽城有關 劉小姐說 太陽城的電腦之中可以登入環球衣城的系統 也提及環球衣城 一個會議 在太陽城會議室 舉行的 即是說 全部都是自己有 全部都可以通的 好了 不僅如此 然後還有證供 太陽城 薄彩客戶在法庭上指出 菲律賓電話頭主公司叫環球衣城 可以接受太陽城薄彩的戶口轉帳 即是兩家公司其實是互通的 涉及太陽城集團前主席周卓華的案件 星期五繼續審 之前審了很多天 法庭傳遲了幾個在太陽城有薄彩戶口的證人 連賭客也找出來做證 其中一個證人 任先生就說 看到一個網絡薄彩廣告之後 就下載了一個薄彩程式 在這個程式進行了賭博 登入程式之後 需要開一個新戶口 這個戶口可以接收太陽城薄彩戶口的轉帳 贏錢之後 也可以把錢轉到內地的銀行戶口 也可以轉到太陽城的薄彩戶口 但他自己忘記了什麼時候用這個程式 這個證人也說 首先 使用這個網絡程式賭博 現場直接賭桌的畫面 玩家可以透過電話發送薄彩指令 估計賭桌在菲律賓 這位任先生也說 這個網絡薄彩的客戶服務 是用菲律賓電話的 另一個證人 吳先生就說 自己也使用一個名為環球衣城的薄彩程式 可以用這個程式 玩白駕樂 他是透過朋友在WhatsApp上認識了一個人士 他介紹他 去下載環球衣城的薄彩網站 當時自己按照他的指示 把投注的錢傳入太陽城的一個戶口 吳先生認為環球衣城跟太陽城有關的這個網絡程式 令到這個程式要在太陽城開戶 贏了錢就會傳回到太陽城 證人同樣指出 這個網絡薄彩直播的賭場是在菲律賓 自己是用電話跟對方聯絡 整個過程有人 代自己下載 在這個案件之中 匡方一直都說 環球衣城跟太陽城集團有密切關係 當被告是暗中操控環球衣城的 不過辯方認為 太陽城 集團只是跟環球衣城是友好合作 並沒有任何關聯 幫人出糧 幫人轉帳 這樣也沒有關聯 你想想 你會不會借戶口給生寶人 轉5000萬來你的戶口 待會就幫人轉帳 5000萬走 另一個太陽城的前衛繼部員工仍作弓 自己的工作內容就是幫太陽城核對營運數 這個員工認為太陽城有一個特別部門 該部門叫做營運部 是負責到台底業務的 這件事其實水洗也不清 正常來說 你自己普通的Apps 就算是誰介紹也好 你也不敢下載的 為甚麼呢 你傳了錢進去 你怎知道那些錢可以給你 最大的問題是信任問題 但是當那個戶口你告訴你 你傳錢進去太陽城 那就不怕了 太陽城有信用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信用才能做到這些生意 你試一下你自己開個Apps 就叫你入錢 沒有可能有人入錢 誰信你 誰信你會給他一些錢 一定要有人 做莊 這個莊一定要有人信一個 一定要夠大 太陽城 就是做這個莊 從溫州法院的判刑 這次 張屋寧寧只是判監7年 以太陽城 以周卓華 他 按照計 如果不算銀碼來說 賭博 可能就是在大陸判20年左右 當然大陸最終的目的 尤其是現在這些賭博 其實就是要問你拿錢 就是要敲詐你金錢 現在澳門也是一樣 證據確鑿 你所有罪全部都中了 你要判30年 當然 30年要在他裏面 好吃好住的話 當然要放水 但是你的錢 始終你不能夠拿人1億1年 5億1年 怎樣才可以拿完錢 就是要說他賭台底 賭台底 即是 即是沒有交稅給澳門政府 因為澳門是有薄彩稅的 你每100元裡面有某個比例是要交稅給政府的 但是你賭台底賭台了10倍 當你5倍好10倍好 你那裏的數字是沒有交稅的 那條數就大了 一億有多少錢稅 十億有多少錢稅 一百億有多少錢稅 一千億又有多少稅呢 周翠華說整副身家 可能要拿出來才找到稅 因為政府要追稅嘛 這個我覺得是最終的目的 因為現在你判這些人坐牢已經沒有意思的 最多你殺了警白 但是 實一警白 不及得你拿乾他的錢 所以現在 被人騎著了這群人 陳榮煉 周翠華 其實最終就是要拿乾他們為止 澳門政府反正現在收入也會大跌了 現在你不機會拿乾他沒有機會 所以 他們的最終目的 其實也是為了錢 因為拘捕不拘捕 其實 已經是意義不大了 反正也沒有生意做 也沒有賭場了 大陸拉判刑 那人也會賺到錢 總之他有錢 就繼續拿乾他 現在這個 最終目的就是要拿乾周翔華 他還有錢的嘛 慢慢給 直至你拿乾你為止 這節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再上一次 再上一次 … 誰 還能打動 說話 壁